生生学子来相聚 他们是2019年基隆新牙奖学金得主 新牙奖学金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我觉得就是刺激在这些孩子的心里面 剥下一颗种子 那这些种子呢 当然我们希望它可以非常顺利的发芽作壮 就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都需要有人去扶证它们 千万不要长歪了 小树被灌溉而成长 而未来的大树能够造福于大地 就是如果有遇到能够帮助的人 我也希望能够尽自己的 能所能的去帮助他们 空难罹难者家属洪秋云 自己做好父母的双角色 也接受慈激关怀 那一年孩子才高三 现在已经硕一了 对然后一路很健康 这几年快要五年了 然后实际上一路的陪伴 让我们很安心 培育良才不仅是各个家庭的荣誉 也是社会希望的未来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基隆报道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